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恩姐 謝老師 最近因為鮭魚之外 很多的人都來詢問 包括非常多的記者 在詢問說 老師如果我的名字真的改成 鮭魚兩個字的話 是不是很適合 首先第一個我要跟大家來分享 中國人取名字的時候 會考慮到慎中追遠 我取一個名字是有意義的 基本上來說我必須要考慮到 是不是對得起我的父母祖先 所以不管你改成任何名字 必須要禀告父母 禀告祖先 並不是我們隨意更改 今天要叫鮭魚 明天要叫鯉魚 基本上來說並不是隨意更改的 第二個更改名字的時候 會有它的隱藏的含義 或者是備份 各方面需要注意 所以觀眾朋友在取名字的時候 可能要考慮到家裡的備份裡頭 有沒有人有類似的一個組合 古代的人好像會提到 為了避免自備上重疊 往往會有比如說 你是什麼自備 你是什麼自備 現在雖然不是那麼在意 但是也不會重疊到 舉例來說 以前人常會用忠孝仁愛啊 心意和平啊 禮義廉恥 那麼來做備份 現在的人雖然我們不用到這個來做備份 但是至少不會跟你的長輩或晚輩 有類似重疊的一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還是必須要做參考 第二個部分來考量就是 我的生肖適不適合這個字步 比如說 歸於它基本上來說很簡單 猜成兩個字步 一個是魚 一個是土 歸這個字是兩個土字 那我們就要考量到 什麼樣的生肖適合這樣的一個部分 什麼樣的生肖不適合 這也不守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的生肖 屬老鼠的時候 就要特別的注意哦 老鼠並不適合用土 為什麼 老鼠生兒子會打動用土 它代表煩惱 勞神 雜事會很多 當然這個部分是會影響到它的一個律師的 第二個呢 屬龍的生肖 我們常講說 你喜歡金龍 水龍 什麼龍都好 不希望做什麼 土龍 所以基本上來說 為什麼龍年的生育率 就只有這個所謂的物成年 龍年 在所有 積木水或物資龍裡頭 它的生育率是最低的 這是因為民族上面 屬龍的生肖 並不適合土 那麼 魚字步呢 倒是有幾個生肖很合 比如說 屬鼠的生肖 屬龍的生肖 屬蛇的生肖 屬羊 屬狗 屬豬的生肖 都很適合魚字旁 這個部分是會加分的 大家會想說 老老師 屬老鼠跟龍 在魚的部分是加分 但龜字的土字旁是減分 到底有什麼影響 名詞分三個字 也就是一般來說的話 姓氏管一到二十歲 中間管二十到四十 結尾管四十到六十 第二個字開頭 針對我們的事業學業 第二個字的結尾 針對我們的婚姻感情 第三個字開頭管財運 結尾管財庫 陽邊看兒子 陰邊看女兒 那麼魚字旁加分的部分 是針對在 第二個字開頭是代表事業學業 所以對於事業學業上是加分的 但是 在第三個字 可能你想說 這個對我的財運財庫子女工是不是很合適 沒有錯 但是土字部的時候就減分了 減分減在哪裡呢 會減在你的這個婚姻環境上 以及另外一個部分 在仁義環境上會受到一些影響 我想這個部分要避免得不償失 要再扣掉 比如說叔叔跟鼠龍的生肖 再往下看的時候呢 我們取名字其實都是有含義的 傳統的素數上面來說的 還要考慮到你的三材啦 五行啦 筆畫術好不好啦 結構 各方面如何 你也要考慮到我的生肖不熟 各方面 所以基本上來說我這邊可能有十幾種 組合上都要考量進來 那這個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我不管你是用我的心事來取鮭魚 或者是比如說我姓廖 我用父姓來取鮭魚的時候 它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鮭魚兩個字 它是幾話 民宿上面來說的話 有幾個地方必須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呢 取名字來說的話 不管你怎麼樣的組合 首先你要避開五個不適合的筆畫 比如說我們取名字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到14 19 20 28 34 你會發現鮭魚的組合就是28 又不管你姓什麼姓 鮭魚兩個字 永遠都會是28 這個組合結構會影響到你的夫妻感情 可能要預防一些意外 血亡 交通事故 所以你說為了吃一頓飯 加上會有這些附加的減分的影響 合不合理 那我想這個部分 你就必須要做一個考量 還有一個問題 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你的姓氏不同 出現的筆畫會不同 你的姓氏加一以後 因為鮭魚這個組合結構 你姓什麼都一樣 都是要接鮭這個字 好我就用這個料鮭魚來看 料是14話天格就是加一 也就是食物 也就是屬土 用料跟鮭配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變成31 就是木 木刻土 刻天格 刻水 父母 長輩 上司之間的關係 這個也會影響到你的工作運 如果你跟我一樣姓謝的時候呢 謝是17話 龜是17話 加起來是34 記不記得我跟你講 28 34是大凶之數 所以你的名字裡頭就會出現 兩個大凶之數 第二個呢 組合結構一同 謝17加1就是18 加上我們提到17加1734 尾數34是屬火 這時候出現火課金 又是課天格 跟父母、長輩之間 還有自己的成功運會受影響 張減歸於呢 張11話 減18話 加在一起的時候就變成29話 尾數9或0是代表水 所以天格是屬水 加上中間的組合17話之後變成40 顆粒話 加起來的時候變成土 土克水 這幾組都是克父母、長輩、喪屍的組合 也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成功的運勢 不管你的結果是如何 以廖閨魚來說 你這個組合 對父母、長輩、喪屍之間會減到分數 你將來你的子女、晚輩、員工、下屬 跟你配合 也減到分數 張減閨魚基本上來說 你會對別人好 可是相對的 你的成功運勢沒有那麼的強 感情上面也容易出現一些問題 如果跟我一樣心謝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要注意囉 客上又客下 天大地大你最大 將來在事業工作各方面來說 都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觀眾朋友 不要為了吃一頓飯 今天就隨便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那請問一下 下一次我們要吃羊肉爐呢 甚至我要吃滿漢大餐呢 我要不要再改名字 絕對不是因為小小的利益 去做這麼大的一個變更 其實說實話 這個對於父母、長輩的 尊重的程度 以及對我們自己本身 有沒有加分的一個情況 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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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值得考慮的事情 希望所有好朋友們 做這個事情之前 都能夠仔細的考慮 讓自己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